說過吉利,其實我們也有投資者問的 這個是Candy 你剛才也提到短線可以看好 他說175點看,他未有貨 現價是否可以跟隨呢? 他是短炒的 即是很明確知道自己的目標 現價今天你見他暫時對印價高開 我覺得這些有點尷尬 因為你高開可能你即日 甚至你在日內 你100天線已經是阻力24元 我想你要看今天高開會不會繼續高就 如果你真的高開會 全日成交好配合 甚至乎已經出現突破的話 你跟隨便沒問題 但如果今天是先高後低的話 反而我覺得你拿回22.5元以下 又或者21元那些位置 即是星期五那枝羊竹的竹身中間位置左右 我覺得直播率就會高一點 因為你100天線短線應該都有一些人會沽 因為你是由17.5元上去 你走到上去 真的24元 已經升了6-7元的話 我覺得會有些人獲利 所以你就算是短炒的話 你買一個價格 你先看好些錢再加 即是現價你都覺得是偏高 如果是短炒的話 對價就偏高 如果你可以開市價 你去回22元附近 甚至乎21元 我覺得買入的直播率 短線就會高一點 因為我不斷地強調 吉利都是炒短線線 你不知道它突然之間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畢竟現在都叫告罪 一段落後 一段落後 有望 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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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